《一百二十分鐘,聲音鎖匙》 《世界徐衣門》,葉詠詩 接下來大家會聽到今集出現的 第二組同學就住中華傳統節日 創作的廣播劇和我們分享 聽一聽 農曆8月15日晚上 眾人來到銅鑼灣站附近 小美,你又遲到了 沒有方法開始了 對不起,小明、小月 不過為什麼中秋節我們要去看舞火龍呢? 不是應該去維多利亞公園上月嗎? 這麼多年來 我們都只會在中秋上下月 吃下月餅,很悶 我今年想嘗試體驗一次新的過中秋方法 不要說那麼多了,快點走吧 小美、小月,我考一下你們 你們知不知道中秋節的由來是怎樣的? 我當然知道 常羅賓月這個故事有哪個小學生不懂? 小美,我又考慮你了 為什麼中秋節要叫中秋呢? 根據中國的歷法 農曆8月在秋季中間 是秋季的第二個月 農曆每季的第一個月稱為網 第二個月稱為中 第三個月稱為貴 所以8月就稱為中秋了 而8月15日就在中秋之中 所以就叫中秋了 嘩,你很厲害 哈哈,鎮場發揮而已 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們到了這個打蝦年花宮了 嘩,這裡人山人海,好熱鬧啊 前面在做什麼?這麼大煙呢? 前面好像就是無火龍了 嘩,真是好壯觀啊 嘩,嘩,嘩 嘩,嘩,嘩 對了,為什麼這裡的村子 無端端要無火龍呢? 不是無端端的,是因為… 火龍的白煙令小美感到一陣雲怨 她再增開滿部淚水的眼睛 只見眼前景象有點不同了 這裡是… 一百八零年的大坑村 你看下去就會明白為什麼中秋要無火龍了 明天就是中秋節了,真是期待啊 是啊,是啊 我們約好明晚一起上月玩燈籠 大坑村的村民和兒童都很忙於準備過節 完全不知道災難症超超來流 發生什麼事?為什麼突然走來閃遍? 大家快點來,看看田裡有一條大網射 他在吃我養的雞 大家快點幫忙打死他 眾人一勇而上,殺死了一條大網射 但是到了第二天 昨天被打死的網射要收拾乾淨才行 蛇呢?蛇的屍體不見了? 大件事啦,大件事啦 村裡發生了瘟疫 很多動物都死了 我聽說村美王老頭和他的兒子都死了 這個時候村口出現了一個布里門山的老人家 我昨晚獲菩薩悟夢 今天就突然發生瘟疫 菩薩說我知道 只要是今晚中秋之夜 點燃火龍繞穿遊行 同時要燃放含有 流黃白藥的炮竹 以香火的力量 就可以驅除軍力 於是村民就依照老人家的辦法 擇作出一條草籠 並且點燃滿香脂 在晚上繞穿遊行 這個方法真是有用 於是大坑的村民就保留了中秋節要沒有火龍這個習俗 原來武火龍是為了去除瘟疫 而不是娛樂活動 喂 小米 你有沒有聽到的 咦 剛才難道是我的幻覺 這班村民真是厲害 又熱又大煙都可以忍耐到 那是因為他們有傳承武火龍的使命感 才可以克服到 武火龍真的那麼重要嗎 2011年大蝦舞火龍已經被列入為第三批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2017年就被列入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2019年還獲得國家文化和旅遊報列入 國家級非為代表性項目優秀保護實踐案例 那你說了 重不重要嗎 哇 那我們下年一定要再過來看他才行 好啊 下年我一定要帶上相機來拍下這麼壯觀的畫面 不過現在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帶了羊土和劉心月餅來 我們快點去維多利亞公園找個地方玩燈籠和上月吧 聽完同學的作品之後 不如又請他們說下一個感受吧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探索中華文化的真相 大坑舞火龍 周翠瑩飾演 小美 村童一 同學津飾演 唐伯 老爺爺 陸偉恩飾演 村童二 村民一 道成余飾演 小月 村民二 謎之聲音 周浩聰飾演 小明 大家好 我是周聰 開始這個活動的時候 老師就給了三個題材我們做選擇 最後我們這一組決定用中秋這個主題 當有了題材之後 我們就開始在網上搜尋資料 不過由於中秋節的集族太過普遍 而經過多次的討論之後 我們就決定由武火龍作為中心製作了這次這個劇本 我認為這個活動可以令更多人認識更深層次的中國文化很有意思 大家好 我是杜誠宇 這次的劇本題目是 探索中華文化的真相 大坑武火龍 劇本的創作理念是通過穿越和主角間的對話 將這一項漸漸淡出大眾視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重新帶回聽眾面前 在錄音途中 我們因為錄音效果強差人意而發生分歧 但是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 包括重新分配台詞和角色 成功地解決了困難 這次活動裏面我學到不少關於大坑武火龍的文化知識 和團隊合作的重要獲益良多 大家好 我是周卓盈 這次我們演角色的心得是要突出不同角色的感情 例如天真 移滑等等 我們要根據不同角色講的內容去改變不同的聲調 這次我們的意念是去介紹大坑武火龍 因為他是香港獨有的中秋節雜族 在這次活動裏面 我的得著是可以學習大坑武火龍這個有趣的雜族 本來我對武火龍這個雜族一點都不認識 只是聽人說過這件事 透過這次的活動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會有大坑武火龍 和村民如何可以把這個雜族傳承到今天 大家好 我是陸慧欣 我在這個活動當中我遇到不少的困難 就是扮以不同的聲音 所以我平時都會練習多些的 這次記得著是令到我對中秋節的節慶有多些的認識 還有令到我在每年中秋不單只是玩燈籠吃月餅 還會去看大坑武火龍 我希望除了中秋節之外 還可以在不同節日中深入了解傳統文化的意義 大家好 我是洪樂遜 在這次的活動裏面 最難的地方就是演繹老爺爺的部分 因為要演出到老爺爺的聲音 需要用到長時間練習 還有要試各種聲音找出最好的一個 我覺得這個活動非常有趣 因為可以學習到更多關於香港中秋的慶祝方法 節日原來不單只是放假 背後還含有不同的文化意義 未來我都會學習更多關於不同節日的文化和歷史 世界隨意門 葉半詩 120分鐘 聲音鎖匙 世界隨意門 葉半詩 Billy 剛才休息之前我們就聽到第二組同學 就住中秋舞火龍的故事 就創作了廣播劇跟我們分享和他們的感受 給他們一些意見 是的 同學的聲音都挺特別的 我經常講講小朋友的投入感 令到我們去聽聲音的時候 是答應我們進去聽 我這樣想 小朋友已經可以自己晚上出街 約在一起 但這個也有趣的 因為小學現在都需要到處去探索 幾個同學一起去 很寫實 去到現場就看到很多東西 然後又會見到 好像有些穿越的橋段 小朋友看到原來那裡的原油 透過這些故事 其實我們聽了很多次 但好像經過同學的演繹 又好像不同些 真的有一股劇氣味 這裡也看到同學在搜集資料 還有他們花了一些功夫 令到劇是有一種味道 在一個這麼短的時間 令到我們作為聽眾 有一種很享受 然後就入到他的故事裡面 但很快他又回來了 他的見聞之後 原來是這樣的 我現在又知道多些 還有看到他的感受 原來他們的村民這樣 要用很大的力量 要伸水伸汗去做這個活動 其實都不簡單 雖然兩三句說話 但是將很多很細緻的東西 表達了出來 當然也不少得 要有流心月餅 我們就要去玩燈籠 整個劇令到我們覺得 他們很有小朋友的視野 感覺去接觸我們傳統的文化 我覺得我們的比賽 就做到這個效果了 是的 整個劇本雖然不是很長 但是他也有兼顧到一些史實 或者典故的分享 原由 但是同時間也沒有忘記到 這是一個劇 需要通過對話 通過角色 以及跟現在時代的關係 在哪裡 我覺得算是記者 都可以兼顧這個劇本 還有他的剪裁剪得很恰當 他不會說有很多資料 要說出來 他會很簡單地 真的對答式 為何這麼厲害 我們要看他 他又拿了這個 又這個 這個 那麼厲害 黑套好處 真的很像對話 我相信他們真的花了很多時間 去刁剪這些內容 是的 還有劇本裏面也有細節 Billy剛才也有提 就是 以前我們知道 要沒有火龍 原由 但到現在的人都還沒有 整個眼睛都漏了眼水 又熱又辛苦 為何要繼續做呢 他們也有說 就是因為要成全 這對於他們來說 是非常之重要 作為一個年紀小小的同學 可以掌握到這個點 真是不容易 是的 當然 除了同學的努力 也有老師 學校 背後的支持 但是也看到 透過他們這樣探索一個傳統文化 當中他們真的能夠吸收到 去知道 原來這些在我們身邊的東西 可能以前沒有機會去接觸 但是 這個活動完了之後 他真的對中秋 就多了個認知 不只是吃東西 放假 原來我們香港也有這些東西 讓我們都可以去看它 去感受一下它 甚至將來 他自己下去參與都可以 這個也是相當好 聽到劇本裏面 我每次去到一個細節位 我就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必然都可以解答我這個疑問 就是 有說到 當時有一位老人家 告訴村民 你們需要用硫磺等等的東西 然後 就要摘一條火狼 為什麼這個老人家這麼厲害 還是其實 都是一個很科學化的解釋 確實可以驅除瘟疫 不過 為了要加上傳奇的色彩 我們就安排了一個老人家的角色 變成一個智者 或者是一個神明的化身 告訴村民 是的 在劇中 就說 這個是神明 是菩薩 報夢 但實際 我們要知道 我們講的 武火龍 就插了很多香 在草籠身上 其實香 以往我們的印象 就知道 拜神 我們就要點香 但其實香的製造 本身的原料 絕大部分 是來自於一些木材 以及一些藥材 將它磨粉之後 所以香 其實在古代 不只是拜神 它本身根本就是一種藥物 藥有食入口 也有紋 有茶 有浸 它就是屬於紋的一種 所以原來 這些香料裏面 在劇裏面說 要加些硫磺 加些什麼藥品 其實本身是有一種 拘溫 除細菌 消去一些叫做濕氣 邪氣的一些作用 所以其實它本身就是有藥用 即是今天的消毒水 用今天的消毒噴霧 就可以將一些不好 蟲等等 傳播細菌的一些 媒介 將它拘除 所以為什麼 那些人要一路去 承傳這個活動 就是以前我們的 衛生條件比較差 我們也沒有化驗的方法 不過我們知道 原來消蟹這些香 有幫助 所以我們定時定後 就去做一個這樣的儀式 其實表面上是一個儀式 但裡面 也有醫學的成分 其實是一種 預防疾病的方法 所以那些人經常都會說 為什麼神靈出秦之後 瘟疫就會消失了 因為神靈出秦 一定會點大量的香 這個其實就是有 一定科學的要素在裡面 那就明白了 也謝謝同學帶來 這麼精彩的故事 我們下星期同一時間 又聽聽其他同學的表演 以上環節 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帶給你